T1的BP做得也很好啊 他们知道左边下路必须要来打架 打野必须得一直去下 所以上路非常让直接抗压了 没余震咯 这里有危险啊 米克没闪的 威鲁斯有E吗 有E应该是死了 知道米克差没闪应该会打到底 看凯威尔下个E能不能中啊 中了米克差B15E好 B15E了没有闪现了 这样尼克拿了E血 尼克全是眼 这就是T1嘛 下半区已经特别安全啊 永远能看到米克 米克又被发现了 知道你辅助在 故意给你破绽 因为我的人也在 这里故意给你破绽 我的人也在 米克差没闪 倒霉的可能只有米克差了 完了呀米克差没有闪现的 倒霉蛋来了吗 倒霉蛋来了呀 过来就队友自己没有闪现 T1的目标肯定是你 倒霉蛋来了 倒霉蛋来了 打不出来我死我就吃 看一下路 奖金月塔 Faker也到了 Faker大刀直接过来支援 要杀谁 米克差闪现好了 还是要杀米克差吗 米克差唯一 倒霉蛋啊 米克差太倒霉了 前往是无了 你别就是 卡位啊 就敢不走 这样走路吗 知道你没闪现 目标又是米克差 米克差这个位置又有危险 卡位很细节吧 这边破绽 虎子打了 卡位啊这里应该又有危险了 不米克差 米克到这里又送一个 发料大招漂亮 欧阳也没办法 欧阳这里白给 不是 好 好 集火 秒掉歐勒爾爾 下路也一打一一打一 延缺這裡的位置 再被大死狗狼追 一個帶開刀 直接飛走了 漂亮Faker 沒有被死狗狼殺掉 好 下路這裡也沒機會嗎 有機會飛到這裡也有閃線 交得出來嗎 沒必要交了 好 沒必要交了 直接等死 好 小龍已經拿到了 這邊飛 飛的是得飛的是 LikoLiko這個位置應該是被賣了 Liko被賣掉 不過小龍拿到 目的也拿到了 看看能走嗎 季兔玩的玩的經濟領先很多啊 聊天聊著聊的 什麼情況 怎麼雖然掉了 喵龍不管 季兔優勢了 孤馬運氣這個英雄真的很尷尬 Faker 這裡沒閃線了 還在給壓力 Kaps 這裡沒保安了 保安到底找麻道了 Kaps 可能要死了 Kaps 送掉了 漂亮交一個閃線 因為這裡是發療 身板比較脆 再交一個大招 那這樣兩個人都要死 Faker 歐勒爾 都沒有閃線 雖然發療這環 不過 T1的中野 也要陣亡 能接受 真打回來了 季兔 看下條龍吧 這把還活動了 看下條龍 T1能不能給到壓力 或者說 用這個小龍換到更多的經濟 或者說 直接小龍有機會吃 Kaps 直接拉大招 完了 Faker 這裡有這個位置一滴血了 Faker 完了 要死了 有大招了 必殺無疑 這裡一刻很細節 還讓人頭 WTF 一刻 一刻 這裡還要讓人頭的 好 中路過來要抓Keson了 Keson 中路也小兵 又被飛 還好Keson這裡沒死 還是他嗎 完了 飛哥 這裡可能自己要捐掉了 Faker 這樣開團 可能要把自己張送掉了 不僅張不住要自己 可能要張不住要全隊了嗎 這條龍 開始要趕緊 就看救誰 完了 這個撞 撞得好差 這隻隻 撞到一個死顆狼 撞到死顆狼 自己要被FKO 敲閃的呀 Kaps 大哥來了 NICO 這裡開 開到四個 NICO Carry 但是好像沒什麼卵用 因為大哥Faker已經倒了 Kary啊 這麼漂亮的大招啊 可惜沒有任何作用啊 因為大哥已經倒了 T1 烈士很大 被迫過來打團 Faker在睡覺 交了一個閃現 但Faker還要被抓回來 Faker被抓回來之後 自己沒閃現了 怎麼說大招過來著了 O2 直接沒瞄了 還要過來飛大 飛Faker吧 Faker這裡 差點沒飛住 趕緊交大招跑 但是被扯下來了 Faker 這個位置應該是要避時無一啦 沒有閃現 T1 我當教練 Faker我當教練 맛我當教練 但是抬头三个有用嘛,离头这里接大招,接到三个,真好,你无论为力了嘛 一头大死狼站在最前面又把Oder扯昏了,一直在滑,Hansama一直在滑,Hansama滑不动了,Hansama滑到石头上把自己滑死了 K-Storm啊 滑到石头上,给自己滑死了,Hansama 嫩啊,这样的话没办法进攻这个兵,吃完小龙屁吧 其他人也没装备,但是其他人没装备无所谓的 因为,说实话,T1的祖C这把应该还是Faker,Faker在T1真的要承担太多东西了 不敢想象哪天Faker要是真打不动了,T1怎么办啊 Faker在前面是帮队友,前面也帮队友 前面也帮队友 中路对线肯定也打不过KF,是什么 英雄不好打,英雄不好打8条的 爽,我们没看BP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成这样 这边叫我来传了,飞个反向阐线 What was that? What was that? What was that? Faker的选手能出现这么巨大超级低级的事物吗? KF过来找机会开BP,没什么机会开BP是 中亚直接躲掉三羊大招,这边又被处决了 O2刚复活又被处决了 这把直接被掠到昏啊,T1是爸爸都被掠出来了 但是也有话讲 直到泉水爆炸,Faker都在采线往前走 MING PAO TORONTO